大家好 我是南京简直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张芳林 林景国家级传承人周双喜 清华灯彩传承人赤博华 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慧芬 扬州刁板英算国家级传承人陈一时 南京北京国家级传承人陈一时华 经常克制国家级飞机传承人杨兆勤 长州苏帝传承人 我叫姓娘 鼠联来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鼠联技巧 幸福安康 新年新事项 艺书百岁 共作孙女 四爷有成 苏家安康 祝大家2020 前程师姐 吉祥如意 景散天花 鼠里有福 龙舞盘旋 春节来看洛杉大龙 我们这个洛杉大龙 号称江南第一大龙 它要500个人参加 几经中断 石旧湖畔 又现盛世龙腾 一生守护 五出活化传奇 国家级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洛杉大龙代表性传承人 杨沐海 金龙送珠 这是吉祥之意 接住 龙舞也称舞龙 民间又叫耍龙灯 是中国分布最广 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种民间舞蹈 舞龙源自古人对龙的崇拜 而龙舞中粤寒的 开拓奋进 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表演舞龙 舞师 我们包括庙会 它实际上跟民间信仰 它是有密切相关的 它不是为了表演还表演 不是为了一个热闹 不是为了一个好看 通过龙这么一个媒介的话 降服于这方土地 降服于这方人民 来保佑它 今年的风调雨顺 五国风登 江苏丽水和凤镇洛杉村的洛杉大龙 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相传当年洛杉村近视杨培安进京赶考途中 就职了一条断尾的小白龙 小白龙为报救命之恩 便忽悠几阳家 造福一方百姓 洛杉村的百姓为感念小白龙 便有了新春舞龙灯的习俗 布杂志龙尾也成为洛杉大龙的一大特色 因其龙头如乌龙身巨大 固有江南第一大龙之城 一个就是它大 起量大 大概就是全长大概将近百米 它这个龙头的话高2.7米 宽2.5米 它这个龙头相当于半间房子 有十几个人举着五 那么第二它参与人数众多 它要500个人参加 那么有的人要扛旗子 有的人要吹喇叭 有的人要提灯笼 那么更多的人它要舞龙 洛杉大龙几经臣服一度中断 作为洛杉大龙第四代传承人的杨木海 十数年来一直在为洛杉大龙的恢复和传承 不停奔走 2005年洛杉大龙再度兴起 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丽水高春等周边地区影响深远 腊月争月到洛杉看龙 也成为周边群众喜闻乐见的 大众文化娱乐活动 2008年洛杉大龙被列入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洛杉大龙代表性传承人杨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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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村是坐落于石旧湖畔的古老村落 背山靠湖 夏日里挨着一望无尽的湖面 到冬日就可以望见开阔的湖滩 今年已经73岁的杨木海 自从出生之后就没有离开过这里 每当新年来临的时候 石旧湖正值枯水季节 洛杉村的百姓便在湖滩上舞起龙灯 再歌再舞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人口平安 五龙的时间都从蜡雨二十四开始 一直持续到四年的正月十八 共约二十五天 生活条件好一家玩 生活条件不好一不玩 我父亲玩过了 那国际门到青药 到压杆 都玩入围城 都玩个 每家一玩 一家千日也高 这是最统话的 洛杉人的五龙文化没有文字记载 全靠世世代代的口传心受 因为洛杉大龙耗资巨大 参与人数众多 故而组织起来十分困难 曾一度中断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 近百年来 五龙的次数也是寥寥无几 他这个表演 他是跟国家的命运 他仅仅切合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看他1945年 抗战胜利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 这样他就是组织了一次五龙 改革开放以后 农民富裕了 农民股仓里有粮了 农民手里有钱了 他又组织了一次五龙 但是自难吃以后 他又中断了 1983年 在洛杉大龙第三代传人 杨昭金 杨叔福等人的 多方努力之下 训练了一支五龙队 十年三十七岁的杨沐海 也入选其中 四十年过去了 距离当时最近的一次五龙 也已经是在1945年了 很多参与当年五龙的老人 都相继离世 靠着一些残存的记忆 杨昭金他们把大龙的样貌 绘制出来 并且聘请了专业的 杂龙艺人杂志 洛杨大龙的杂志工艺 十分讲究 大龙制作要经过杂志 龙身骨架 胡纸 彩绘等主要步骤 尤其是龙头 高大 阔气 更显微舞 龙椎扁平 龙鼻形如元宝 与裁员广进之意 他跟我们一般平常看到的滚龙 这些普通的龙不太一样 他在龙头上面 他会杂志108将 不是水虎钻上的108将 而是历代的英雄人物 这时候杂法一家是五杀 切骨的铺子里是五杀 不是一般人看着这些 你在咬了咬伞 他都是切骨铺子里 整个铺子是轮回物体结束 我们的铺子 就好 把人家去完整 一起来跟这些财亭 来 本人 这个上面的话是 产品有偶 跟沙米跟他一样 五星 五个人叫五星 四不得就 没有一次六个 十八个人 三百五 洛山大龙 号称江南第一大龙 长约百米 龙身共二十四节 由龙板支撑 龙板两头由龙骨相连 每节龙骨用龙棍抬起 龙骨处可以转动 龙身最后一节形如象牙 高高翘起 寓意节节高升 它滚龙它是一个布龙 所以它很灵活 它可以盘缺做各种造型 那么它这个龙因为体量大 它不能搞成那种盘缺的形态 那么为了弥补它这个盘缺不足 它在第二节龙身 它会做一个弓形 中断了近四十年的大龙 再次呈现在了洛杉村村民的眼前 老百姓欢欣鼓舞 踊跃参加 每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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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家每家都在一家 每家都在一家 每家都在大陆 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你看到这些大陆 都在大陆 好事 但是好景不长 洛杉大龙在1983年表演过后 又一度中断 直到2005年 国家加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洛杉村五龙的积极性又被激发了出来 村里组建了龙会 重新恢复了洛杉大龙 我们国家加入了联合国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签制国 在这个切记下 他们农民有了五龙的条件 有了五龙的兴趣 就重新来组织五龙 这样政府对五龙也表示支持 这样这个五龙从那个时候开始又重新恢复了村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在这一年 杨木海加入龙会 被推选为副会长 在杨书范杨木海等人的组织下 龙会发动村民捐资6万元 雇请了高纯的扎龙艺人 依据先前图纸 杂制出一条新的洛杉五尾大龙 村里参与过五龙的老艺人 自觉聚集到一起 制作了66扇云版和各式采棋 培训年轻的五龙者和跳云儿童 至此以后 洛杉大龙的造型和表演程序 被固定下来 一直沿袭至今 洛杉大龙的表演程序 可以分为 起草 白龙开光和五龙表演三个阶段 起草的日子就是五龙的开始 五龙只按照顺序集中于龙会门前 摆出列队阵势 三声炮响之后 石面会有弹龙 麒麟 皮修 蜈蚣等图案的大旗在前引路 紧随其后的是四盏用来开道的大红灯笼 龙珠引领下的五龙队伍 伴随着四队喧天锣鼓和高亢喇叭 依次进发直至湖滩 队伍浩浩荡荡热闹飞 三的起床 或者你母亲是 学乌是 学乌要了生日的楼 那叫三的起床 那叫做大洞龙 不仅是我们村 还有其他的很多地方的人都会过来观看 然后这个龙的话 是从龙王庙开始走出去 到每家每户门口 每家每户人门口都要放 那个开门口就是炮仗 经过门口就要放炮仗 所以的话就是 锣鼓敲到哪边 鞭炮放到哪边 这是很热闹的 大龙到了湖滩 裂开阵势进行开光典礼 号炮三响 鞭炮齐名 锣鼓喇叭起声高奏齐轩 接着进行摆设相爱 信箱 请神 接神等程序 由德高望重的长者进行祈祷 祈求风调雨顺 一方平安 为表示虔诚之意和对五龙的祝贺 村民 外来亲属 民间团体还要给大龙挂红 风采礼过后 白龙开光仪式宣告结束 五龙是跳猪 跳龙 跳云三部分的有机统一 需要各队密切配合 跳猪是由长猪人举着龙猪 在前面引导龙手前行 长猪人引导龙头前行 做出各种穿蹦跳跃动作 龙头跟着进行表演 这个跳猪人尤其重要 表演精彩 活泼 洒脱与否 权杖龙猪的引导 长猪人手持火红龙猪 百般引诱大龙 大龙在长猪人的引导之下 高低起伏 蜿蜒前行 时而缓慢 龙头点点 温顺可爱 时而飞奔 高昂龙头 威武凶猛 因龙声巨大 跳龙人需要分作两对交替上阵 轮番表演摆出巨龙百尾 疑似长舌镇和盘旋镇等阵势 就是为了弥补啊 它这个观赏性不足的这么一个弱点 还会组织呢 66个小孩啊 跳云 每个小孩啊 手里啊 抓两块云板 在这个龙声围棋的控场当中啊 进行表演 跳云则由66名8岁至12岁的男童遥远 他们身着彩衣 头戴彩帽 脚穿绣花鞋 在左纳喇叭声中翩翩起舞 孩子们手中的云板上下翻飞 头上彩带飞舞 彩球晃动 迈着轻盈的步伐 时而穿奔跳跃 时而造型亮丽 不时百出 双龙细珠 满天星等阵势 和天下太平 六处兴旺 五谷风灯等字样 尤其是晚间观看更是壮观至极 远远望去 在灯火的照耀之下 洛山大龙更显华丽 威武 壮观 传承人 守住民族之魂 自从2005年恢复洛山大龙 十余年就再未中断 2009年杨木海接替杨书范 出任龙会会长 从小就参与舞龙 洛山村的男孩子 男子 基本上都是从这么一条路走过来的 儿童时期 少儿时期去跳云 青庄年时期去舞龙 然后到了老年去组织 去参与组织工作 那么这一套程序 它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 杨木海他这个人在村庄里面 他有目共睹都是公认的 是一个非常公道正派的这个人 担任龙会会长以来 他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舞龙上 在他的主持下 建立了一个叫洛山大龙的成立室 杨木海上任以后 看到每次舞龙结束 大龙都无处摆放 只能任凭风吹日晒 心里心疼不已 按下军心 一定要把洛山大龙成立馆建起来 但是建造的费用高达几十万元 对于杨木海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最终杨木海多方筹措 一共筹集了五十余万元 洛山大龙成立馆终于建造起来 这座气势辉宏的大殿 也成了洛山尊新的地标 现在杨木海一有闲暇 就会待在陈列馆里 成了洛山大龙真正的守护人 近年来 当地政府也加大了 对洛山大龙的保护和宣传力度 杨木海带队先后参加了 多次丽水区草莓节 和南京市国际梅花节的演出活动 洛山大龙也开始广为传播 成为了丽水区一张 靓丽的文化名片 现如今 五龙也成为了维系 年轻人和家乡的女代 一到五龙的日子 洛山村的年轻人 不管身处何地 都会回乡参与五龙 我们的话对这个龙 就是很自豪 就是我们有一个传承嘛 这么多年下来了 所以对龙的话 是很浓厚的一种感情 大家都非常喜欢它 非常喜欢这种历史传统文化 这种文化也给我们春节的话 带来了这种喜悦 祥和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气氛 现在世代承袭四百年 曾经命运多舛的洛山大龙 终于得到了真正的传承 2012年 杨木海也被认定为 洛山大龙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山河变迁 手艺不变 杨木海说 如何把洛山大龙 世世代代传下去 就是他余生最大的心愿 我一提你撒浪了 还拿着你进来 把你护杂 拿着你不拿家 所以自治上车也在下 好的 你呢 好 system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